仙枪毙五千名 你干什么 吴文叔 你干什么 吴文叔 把他脱开 吴文叔 吴文叔 你干什么 放开 吴文叔 放开我 放开我 放开 放开 放开我 吴文叔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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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特北 魏特北 恩氏的电话咬通了 封处长命令 对罕见五千名暂缓执行强决 封处长经理院长 即刻去听电话 魏书记长 这里就交给你了 好 吴文叔 你听到命令了吧 法国家 你听到你 尤文叔 怂 你 维图执行强决 努力 努力 武贤明是杀害万战长的元凶 同时他又是一个利用价值很高的汉奸 吕县长 这个人你要妥善关押 等我赶到监利亲自审问 你要用你的生命担保 不能让这个人跑了 也不能让别人伤他一根毫毛 如果这个人能争取过来为我们所用 那比杀掉他更为有利 是 监利的监狱 被日本人的飞机给炸毁了 所以只能把你们关到这儿 武贤明 我希望你时时务 不要有任何不配合的举动 放心吧 威特派人 我一定配合 胡大姐 我希望你能把解药给五文叔 那不行 武贤明识杀识放 我要一命换一命 胡大姐 武贤明的生杀大权掌握在上司的手里 不过你放心 我一定会想办法帮他 你先把解药给我好吗 给他吧 谢谢大杰 胡大姐 连累你跟着须精了一场 我问你 你是不是用下三段的手段 把许玉处给迷剑了 你说什么 你把胡大姐先带出去 我要单独是问一下武贤明 你把胡大姐的担心 别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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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朗 你爬疼了 我打死你 你也瞎了 你握手握手握手 你是个丑生 你是个男人吗 你别这么打我 你凭什么丑生意中足迹 你爱她吗 你爱她 你为什么躲着她 没去想就不能娶老婆 你爱死个男人吗 你怎么演 你要打死她吗 难道冯处长的命令 对你的不起作用吗 救药 救药 孙长官 武林和长江工作在一盖人等 不辞而别返回监利了 这小丫头真有个性 监利处请示 要不要从其他工作站抽调人手 补充长江工作站 武林他们既然已经返回监利 从其他工作站抽调人手 就不必要了 以我的名义 给魏耀阳发个电报 告诉她 要京城团结 不要一个人成英雄 可是魏耀阳怀疑 长江工作在现有人员中 可能有人不可靠 那是托词 她是不想和武林这样的人 一起工作 嫌她是个包袱 武林那是匹猎马 不怪有很多人 都把她当成累赘 武林是个累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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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人 孙长官 我这就去回复军令处 停止调集人手 把我的意见告诉冯处长 不要再抽调其他人手 补充长江工作站 着令魏耀阳 依靠现有同仁 力经图治 冯处长有要事 已经该我们建立 这样更好了 等她到了 你通过电台 把我的意思告诉她 由她当面向卫耀阳传达 是 孙长官 近期日军 还有一颗动向 江南地区战车连队 突然装船运往江北了 这是要去对付房禁斋呀 房禁斋 虽然在洪湖建立了许多碉堡 可是在日军的坦克面前 那就无险可守 道理啊 谁都明白 可是上次派七十四军 突袭日军侧翼之事 孙某已遭到重庆的深斥 现在除了隔岸观火 又有什么办法呢 是 报告金园长 这就是您从监利 胡寡妇那弄回来的衣服 经过技术分析 并没有发现可疑之处 还有一个情报 刚刚从恩氏得到的消息 六战区情报处处长冯唐 突然前往监利 意图不详 这是她的行程安排 具体情况都密切地站在钞票上了 已经让技术组 用化学药水进行了显影 通常这是送上门来了 不惜一切代价干掉她 这样 六战区高层 我们那个喜欢牌具的朋友 就可以取而代之了 可是她只想借我们的手 为她捡出异己扫星仕途 并没有真的为皇帝效力 糊涂 要是我们把她扶上情报处长这个宝座 还怕她不为我们效力吗 冯唐去监利的行程安排 是她给我们提供的 就算是想借刀杀人 她也难逃背后元凶的罪名 给她保证 呀 要招一招手 一个在哪 哪个山上有 一个在哪个 咱们拉不上那花花 爱又招一招手 摇了独顿 受了解忧 散得到了 咱们千个面哪容易 爱又拉花花儿难 真该饿死你这个缺德鬼 哪来那么多醋 酸死人了 你把人家许姑娘给祸害了 你让她以后怎么做人呢 你脑子进醋了 我能真干那种事吗 别人都亲眼看见了 怎么了 提上裤子不认账了 他看见我脱裤子了吗 那我问你 我给你的迷药呢 用了 又在谁身上了 废话 许一出啊 那你说你没干 你知道什么呀 许一出弄了个假情报 害得房进斋 白白丢了一个加强团 他那人性子烈 一时想不开就要自杀 我是为了救他 才制造个假象 让他以为被我糟蹋了 以他的性格 非得报了仇 才会觉得死得不冤 你说的是真话 你要真的不信 等有机会找个产婆 给他瞧瞧 看看他到底 还是不是黄花闺女 还有 现在别把实情告诉他 那要等到什么时候 等到他立了一个功 到时候功过相抵 他就不会想不开了 没想到 你还是菩萨心肠 好吧 我信你的 你这一趟算是没有白来 我知道 你心里还是有我的 这样吧 咱们也不用等到 金理变色了 等你帮我除了史未远 我就嫁给你 胡大姐 你要真想嫁给我 还是等金理变色 为什么 因为我心里已经有别人了 容不下你 那么说 你来监力不是为了你吗 来监力自然是为了你 你帮了我那么多忙 我不能眼看着你 是我牵连而死 放屁 你连命都能交给我 难道没动真情吗 秦是秦 命是命 能不能不胡搅翻缠 那好 那我就堵死你 然后给你训赞 放心吧 咱俩一块儿死 我不会让你那么孤单的 胡大姐 看天意行吗 如果金理真的变色了 我就娶你 魏特牌员 吴正尉 你药服了没有啊 现在还有症状没 我没什么事了 可是冯处长出事了 什么 刚刚收到朱和香潜伏哨的电报 说有一辆汽车在朱和香被炸 我问过长官部情报处 冯处长很有可能在那辆车上 集合所有的人 留下两个看住五千名 剩下的全部到朱和香 跟我去调查冯处长的下落 是 好吗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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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一个大队已经全部渡江 其余两个大队将在五天内完成渡江 第六天之后 战斗就可以打响 好 等战车连队从南面打响之后 我们就在北面对洪虎形成佳击 防禁斋 对 这回是赛街难逃插之难飞 连华中道都没得走 可是第七战车连队必须经过监力境内 那可是重庆方面的底盘 监力没有正规部队 要想挡住战车连队那是 躺臂挡车呀 难道孙连仲 会为防禁斋火中去炼 报告 时段长 参谋长 武队长遭到不测 据我们的情报 武队长在去监力的时候 被当地政府抓获 立刻派德令人员前往监力 和他们商谈交换事业 快 是 允许县长 胡伯伯呢 被人叫走了 难得他不在 武先鸣 起来 我们换个地方 等等 不是等冯处长来守卫吗 冯处长在路上遇到了不测 为了避免损失 省政府让我们 把这个汉奸押往暗室 能不能等魏特派安回来 这是省政府的命令 日军一个坦下大队 已经逼近监力 这个汉奸要立刻转移 谁也不能阻拦 我们能否归送押送 这是你们的职责 当然可以 好 我们去准备一下 去吧 长江工作站那两个人是外乡人 道路不熟 你先带他们绕小路 等他们绕糊涂了 就把武先鸣带进顾大璋的方区 明白 来 不是要押我屈恩师吗 怎么了 屈恩师为什么绕道向东啊 这条路不对 少亏换 这是九一八市的房区 别等他胡说 什么人 扣令 抗敌 扣令部队 此解析 好 房市长 你不是简历赏会的田徽账吗 怎么做生意做到恶的地盘上来了 现在生意不好做了 你看这不是替大的山行四处张贴这些招贴混口饭吃吗 师长你托我进的西药就着落了 好啊 好啊 大长你 师长 你不在前面带柄跑回来干什么来了 师长 打工一间 简离仙抓到吴显明 把他往恩师送的时候 填黑迷了炉 跑到恶的房区来了 被他当场抓获 什么 你抓到了吴显明 已经就要给许处长开牙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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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是堂堂情报处的副处长 不能吃白饭吧 许处长 我有公务要跟你商量 如果你需要要救这个汉奸 免谈 就一句话 听不听由你 伺磕当真 假如我要骗你的话 可以与伍仙明同死 你若是不信的话 可以在当地找个产婆验证一下 若是去了荆州武汉 找个杨大夫 必定也是这样的结果 怎么样 放人吧 放人 你说得轻巧 就算我不为难他 房市长会放过他吗 我看 还是把他交给房市长 是生是死 看他的造化了 你就是吴显明 正是在下 久养了 房市长 那也就问你的大名 恶明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房市长多担待 哼 老子又不思逆的账杯 拥不着替你担待 说 当老子的低盘 告什么贵来了 我刚才已经对许书长说过了 最近闲的话 天天听隔铁嘴说书 谁知道那个老王八蛋 才迷心窍了 说到个要紧的地方 卖起关子来了 非要和茶馆老板对半分成 结果被人赶出来了 我听不着下回书 心里着急呀 听说他在红湖 这不就追过来了 孝子的下话扁的都是挺快 房市长面前谁敢说下话 行啊 孝子 当我这儿来 还能消得出来 酸你孝子又重 都知道房市长好客 我呢是个淡食主人能罪客 不知何处是他乡的主 没错 才不如相比你挺说过了吧 老子喜欢请人吃戳豆腐 不合我胃口 这就由不得腻了 可随助编嘛 拉出去 葬 房市长请我吃戳豆腐 我都得付账吧 大日奔黄俊 低救出散死团死团杖 精危离生将军 高域 中国俊征明隔街 俄死团军管 勿显明前往归去拱干 倘若改缘违犯洒人方货等严重罪行 则不得予予赏嗨 如又赏嗨 黄俊将以改缔曲 以备名五谷北兴至兴名作为不偿 黄俊卢俊主将精危离生 哼 哼哼 恶说了 怎么这么幼痴无控的 原来是揣着胡审扶你 不敢不敢 不过是贪生怕死 胡家虎为罢了 谁长尖笑 再说了 我这次到洪湖 不过是看看戏听听 没做别的事 哈哈哈哈 笑子啊 这刀贵花符 堆老子无销 你们精危 不是向三个洪湖 以北明北兴为你赔赃吗 那他老笑子得嫌大到这儿来 那告诉你 如果精危干大的洪湖来 那么给你赔赃的 不是他精危 就是那房经斩 因为老子要和洪湖共存亡 拉下去 小洪湖 你不该丢下五千名独自过来找我 在京州五千名是数一数二的大罕见 活着他已经实属不易 万一有个闪失 对我们下面的工作极为不利 我当时一听说老师出了事 我的心就慌了 不过没关系 我已经安排人看着五千名 我已经不会有什么意外的 耀阳 你不知道现在局势的严重性 我这回到监里来 只有战区上层少数人知道 可敌人竟然摸清了 我坐了哪辆车 看来敌人的间谍是无孔不入 不过幸福老师及时地下了车 才避免了一场意外 但是只可敬了那一车的乘客 我也以为只是针对我一个人的刺杀 没想到他们居然在车上放了炸药 而且无一人幸免 这种只顾成功而不顾一切的手段 只有日本人才能做得服 这 这不是武队长吗 许首长 这是怎么回事啊 楚绝汉奸武先鸣 老哥 你来得正好 帮我看看风水 挑个好归宿吧 武队长 你是恶精命 五行缺精 所以 应该往西方走 怎么样老同学 行个方便吧 什么 武先鸣被九一八十抢走了 听说冯处长路上出了事 省政府命令 将武先鸣押往安施 结果押送的人路上迷了路 步入了一二八旅的房地 那胡广府呢 从昨晚起 就没见过人 武队长 你俩从来 还要走 你俩过了 我终于去 继续的热心 还要留一点 我俩过了 你俩过了 还是不可能 你俩过了 你俩过来 一起俩过来 你俩过来 你俩过来 我俩过来 我俩过来 你俩过来 我俩过来 刺刀戳人也会有损耗 你在黄埔读的不是工兵科 极简常识你不懂 血会让刺刀打弯 对于热血之人才这样 你不听算了 可是我死了 你总不会让我暴尸荒野吧 挖个坑 活埋 龙猪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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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师长 李宗 吴贤明执行呢 已经执行三个小时了 你戳他豆腐了 我 我看他是同学 所以给他留了个全尸 活埋了 师长 这回啊你要破财了 你下手怎么那么快呢 金威派他来谈判 说是用三十万锦粮食 来换吴贤明 可是晚了 我像刀这个罕奸这么值钱啊 那师长啊 我就给你出一个 王养补牢的主意吧 你啊 先把吴贤明的尸体给我 我把它带回荆州去 那个金威啊 对吴贤明一向喜爱 这弄回一个尸体 总比尸骨全无的好吧 虽然死的没有活到值钱 但是我想换回一两万斤粮食 应该没什么大问题吧 你这是为了饿呀 还是为你自己呀 师长 你 我这心里只有你 还装得下别人吗 你不会吃醋了吧 你别听外面那帮人嚼舌头 我跟吴贤明啊 只有交易 没有情意 那好吧 这次你去办吧 尽量多巧尽微亮竹缸 嗯 市长放心 怎么样 你还敢不敢自视风流 到处留情啊 有什么不敢的 山人自有妙计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选择活埋吗 因为洪湖岸边都是沙土地 透气又透风 那些当兵的途省事 肯定不会把坑挖得太深 我身上有你胡大姐 给的地气药 大不了就当睡一觉 还暖和呢 呦 刚刚死里逃生 你就吹牛啊 若不是我半路拦住去一出 告诉他 你并没有真正糟蹋他的话 他能手下留情 让你选择如何去死吗 如果他要是真的戳你豆腐的话 你现在还有命质啊 你早就变成僵尸了 变僵尸就变僵尸呗 反正有你胡大姐 背我回建立故土 我是你的福星吧 娶我吧 锦里变色了 我还剃头跳子了我 好好好 你先送我回荆州 婚丧嫁娶是大事 我总得问问长辈吧 你是个孤魂野鬼 哪来的长辈啊 你戏弄我是不是 你还想回荆州吗你 他回不了荆州了 哎呦 魏文叔 你看你说的 谁还没点爱国心啊 我怎么能送他回荆州呢 带回建立 是团队长 武队长已经遇难 武队长已经遇难 你以为没有谈教案调教 我昨晚就派人千万千利 把市团长的愿望 告诉了胡岗父 没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 方锦宅 敢如此轻视我 帮助人 你不可以 我怎么有什么事 你怎么不想到 你怎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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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会 你怎么会 我去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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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漫天的叫什麼事 咱沒有一炮 拿到老子頭上去 都給老子爬起來 有大哥你急 還沒有大火拿去嗎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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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 命令战场连队 加快渡降速度 我要让房间这尽早令 叫黄军的厉害 是 准备算你走运 下次可没这么幸运 吉人自有天相 没办法天不灭曹 这位是六甲区情报处冯腾少将 918师情报处长许怡初 许处长 劳烦你赶往监利 是想跟你探讨一下 目前贵师的形势 我知道 恒山勇刚从江南 调来一个战车连队 想与930师团 对洪湖地区形成夹击事态 房市长对此有何对策 洪湖地区虽然修筑了很多防御工事 但因为大多是泥沙质地 根迹不深 所以很难抵御坦克强攻 日军第七战车连队 若是攻打洪湖 必须取道监利 可是监利 别说没有国军正规部队 就算有 恐怕也难以指望 许处长你是否想过 监利河流众多 俗称无桥不成路 您的意思是 不可解释 不可解释 你怎么拨打洪湖 应该是怎么回事 你不可以快捕你 这就是 至于炸药问题 倘若运用德法 恐怕用不了太多 可惜我不是工兵专家 现成的工兵专家 想让我指点你们炸桥 我们迟滞的 是第七战车连队 并没有危及 近卫的九十三师团利益 我要是不从呢 那我不会吝啬一发子弹 看来我没别的选择了 好了 李县长那我去打招呼 慢着 我有个条件 什么条件 我要他出嫁 你做梦 好 待会儿要大家死在一块 我答应你 我答应你 找到寸土不留 好说 看看 我早说过天生我才比有用吧 好了 别气形那么大 我这就让胡大姐去荆州 再找金卫师团长 给你们换些粮食 给你当嫁妆还不行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它让我心动 无法停留 有一种梦想 叫做迷惘 它在我不眠的夜里飞翔 有一种永恒 叫做迷惨 它让我奔跑 不会如晓 有一种自由 叫做孤独 它在我一生 中静静飞舞 有一种爱情 叫做残酷 它让我心动 却无法停留 有一种梦想 叫做迷惘 它让我奔跑 不会如晓 它在我不眠的夜里飞翔 有一种梦想 叫做迷惨 它让我奔跑 不会如晓 它让我看完 它为 Ondera 这话味道 早里在变得到 是 还有 乃